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朋友好 欢迎收看真投资 我是飞行宗盛 今天加权指数上涨了将近是200点 那是不是就跟我们上周所讲的一样 目前的行情赚钱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有时间管Borrow他说什么 联准会说什么Borrow说什么 不是现在的重点 但是因为说行情不好 我们才要去看总金 当行情来了 我们当然是全力去赚钱 是吧 所以就像是很多人会问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的胜率是接近百分之百 大家最爱问的吧 有没有什么样的股票它是稳赚的 那我的回答总是有 但是需要等 就是说它不是你说要就要 而是说它是可遇不可求 应该是这么说 有没有稳赚的股票 肯定是有 但是它需要建立在某一项特定的利空上面 应该是说某一项乌龙事件上面 就像是整个IPC制裁都是 创意四星M31今天都持续在大涨 四星今天又是涨停板 那这就是啊 这就是胜率接近百分之百的操作 就是说它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但是美国禁令 这本来就是被误杀 那既然是被误杀 那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 这不就是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获利机会 就像我们之前有提过 我们之前在操作四星 从700操作到1000 当时有特别讲过嘛 800元以下的四星 胜率几乎是接近了99.9% 一直到今天都可以持续验证 所以你看此数 以此数来讲 目前它就是所谓的超跌段 那超跌段就是可遇不可求的行情 超跌段的胜率非常非常高 但是并不是说你想要有就有 那既然来了 我们当然是尽全力去赚 怎么还会有时间去管说 联准会讲什么 Borrow讲什么 升息升多少 CPI通膨率非浓怎么样 这些都不重要 超跌段来了 优先当然就是去抢这段行情 所以你去看哦 这一段我们也是公开讲过 你先看这一张 在我的light里面 10月27号公开预告嘛 公开告诉大家 抄底秤现在 10月27 那从10月27一直到今天 指数已经涨了600点左右 足足涨了600点 逻辑在上面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ght去看 那为什么会说10月27 公开预告说抄底 趁现在 因为我们在10月份 已经预告出来了 我们在10月12号 就特别强调过 台股最坏会跌到 12500到12600 那既然说台股最坏是 12500到12600 当我们见到了12629点 误差只有30点 当然是全力进场去做多 是不是 所以12500点到12600点 这个数字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这么精准 在我的light里面都有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你会知道我们完整的逻辑 是怎么去操作 这里 里面除了有最新标股 最重要的是 我在里面的逻辑 你在外面绝对看不到 小老鼠WE-178 WE-178 你去想 为什么在见到12629点之前 大约是两周左右 我们几乎是没有任何动作 因为就没有行情嘛 没有行情是要去做什么动作 但是当我见到了12629点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的位置 所以全力进场去做多 一直到今天大涨600点 所以这也是 我一直在强调的操作理念 就是说 行情不好 其实不用去赚 行情不好 你去赚个3 5% 短线操作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当行情来 就要好好去把握 就像是我们在前两周 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光是上周一周 至少就赢过 前两到三周的操作 没有错嘛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真的不需要去管说 大盘怎么样 总金环境怎么样 专注在目前可遇不可求的行情 大家最常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行情 股票胜率接近百分之百 有 但是可遇不可求 那就是现在 现在就是大家最希望 胜率最高的行情 因为超跌段 它就是大家俗称的嘛 市场俗称胜率最高的一段 那胜率最高的一段 它是建立在某一项的利空上面 那其实说以整个大盘来讲 大盘它就是建立在 9月跟10月非理性的沙盘 9月跟10月很多股票真的是 你根本就找不出什么下跌原因 你硬要去套 顶多就是强势股补跌 你去回顾一下 当时9月跟10月的市场氛围 其实很多人说 他去卖股票 那你去问为什么会去卖 很多人的理由都是说 因为我看大家都在卖 所以我也跟着去卖 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有讲过一句话 在大约是10月份 在我的light里面 我有讲过一句话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 身边周围的投资朋友 如果投资朋友都认为 目前的行情不能去操作 目前的行情都偏空 那就这就对了 这就是你该买股票的时间点 因为当所有的投资人看法都一致 这件事注定就不会发生 否则股票市场谁要赔钱 是不是 所以总之这个时间点 超跌断可运不可求 三大条件符合 刚性需求 明年数字强 股价便宜 一定会涨上去 因为说目前非常多超跌的股票 那这些超跌的股票 不论说它下跌的原因是为什么 只要符合三大条件 刚性需求 明年数字漂亮 股价便宜一定涨 你去看 为什么创意跟世新 创意跟世新 我们是一路公开这样操作上来 那一直到上周 我们进场全新的IP股 6643的M31 今天又一根赏停板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 关键都在于产业加数字 因为在目前的行情就是产业加数字 就可以带你买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3661的世新 3661的世新 我们从第一天就公开讲 跌停板的第一天 全市场都告诉你 整个IP股已经挂了 没救了 那当时我们就特别讲过 它就是被误杀 当时我们还举去年的事件吧 天津飞腾的事件 世新股价从1000元掉到350元 跳到300多元 又从300多元回到1300元 为什么有办法出现这样子的转折 因为它是IPC制裁 IPC制裁本来就是卖智慧财产 那它的客户转移的速度 本来就会非常非常的优异 所以这很明显就是被误杀 否则为什么说一路以来 我们就反复不断去追踪世新 这个位置 10月13过度反应 减便宜 10月17一样告诉你减便宜 10月21一样告诉你去减便宜 10月26还是减便宜 这都是超跌段 10月28开始有买盘进场 653你去看喔 其实世新这样的走势 但是就像我们所讲的 这类型被误杀的股票 其实只要有买盘进去点火 它回升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所以为什么当时才特别强调 其实这种股票真的不用去杀低 那空手投资人一定要去买 原因就在于说 只要有资金进去点火 它回升的速度会非常快 11月1号677 我们均价是610元 11月2号685 单张价差已经7万元 11月3号 单张价差10万元以上 这个位置抄底 均价610元 上周四最高709 11月4号最高到了725 今天本周一最高来到了797 又快要接近了800元 单张价差足足高达了150元 代表你在这个位置 随便去敲一张 今天就是拿15万回来 今天就是获利15万 所以你去看 为什么世新我们从跌停版的第一天 一路追踪一路追踪 那一直到第三根跌停 那也是公开讲 第三根跌停过后这里 第三根跌停过后公开进场 我们要进去抄底了 分大约是3到4次买进 均价610元 今天797 单张价差150元 是不是 那你去看 今天最高797 它已经收复了最后两根的跌停版 那这不是完全跟我们所说的一样 硬要讲的话 一根跌停差不多 但是到了三根 这绝对是不合理 三根以下 这几乎是稳赚不赔 那这就是我说的嘛 可遇不可求的行情 应该是说 有没有什么股票 它的胜率百分之百 接近稳赚 有 但是它要建立在某一项乌龙的利空上面 四星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星就像我们讲的 你去看喔 上周五四星的法说会 正式出来澄清了嘛 所以他们受美国禁令影响 营收影响1到2% 那这不就符合我们所讲的 当时也有特别讲 四星它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极限大约就是3到5%而已 那结果公司出来 比我们预设的还要再更好 股价当然就上去 所以这样 用一个很实物面的方式告诉你 到底是怎么去抄底 分散到四次买进 均价610 最高来到797 单上150元 所以为什么说 在当时这样子的氛围 除了三根跌停板 大家都在唾弃这些股票 他会公开告诉你说 这些股票一定可以买 而且就是要去捡便宜 因为我对于产业够了解 对于未来的数字更了解 所以才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操作 所以说为什么现阶段 一定要去买股票 因为几乎胜率99%的行情 可遇不可求 那再来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因为只有产业加数字 才能够带你买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否则事实性这样跌 绝对不会有人公开敢去说要去低接 是吧 797 所以现阶段其实很多的股票都符合这样子的逻辑 就是说它在9月跟10月 它就是莫名其妙的超跌 原因是什么不重要 总之只要说它是超跌 产业趋势明确 又加上数字漂亮股价够便宜 买进去就对了 这种行情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那包含像创意也是 3443的创意 创意我们也是一路这样公开操作 那其实你去看喔 这样子的数字 其实千元以上一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3443的创意 也是这样一路公开讲下来 第二天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每天都是强调 我们要去减便宜 减便宜 减便宜 或是吧 一样是减便宜 10月28涨停板 开始有买盘进去 470.5 你去看喔 只要开始有低阶买盘进去 它上去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0月28 470.5 10月31 489 493 508 557 591 是不是跟我们所讲的一样 只要开始有买盘点火 这一段它算是说 让市场恐慌情绪消化 消化完之后回去速度会非常快 这不就是最标准的V型反转 是吧 所以其实当时也是很多的投资人 手上持有非常大量的世心 创意 那不论说技术面 筹码面 看起来都已经不行了 大家都想去杀低 那直到跟我们去联络 那我一律都是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杀低 不只不要杀低 如果手上有现金 一定是去加码 一直到今天全部都赚钱 所以你看 三根跌停板过后去杀低 跟报到今天 你去看这个价差差了多少 我们均价是430 今天最高591 单张价差150元 说真的是 创意它的涨势比我预期的 还要再更强 原本是预期可能到这一根跌停板 差不多 结果今天继续往上冲 又接近了600元 这就是真正的强势股 那这也是IP的特色 因为说它的客户转移的速度快 所以不会受这部分的影响 所以其实说这样子的操作 只有产业加数字 才有办法办到 所以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一样会进场全新 这些股票涨上去都不用去追 目前的机会非常非常多 明天我们一样会去布局 全新抄跌的黑马股 在明天收盘之前 来电或私讯跟我们去联络 明天收盘以前 就会带你去买进全新的超跌股 我们先进段告 好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强调这样子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在做股票 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突发性的利空 这些都难免 有谁会知道美国突然发布禁令 全世界没人会知道 但是我能够做的就是 当这一件利空消息出来 我会很清楚知道 到底该怎么去处理 要加码 减码 或是说先砍出场 我会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当时在第一天 美国禁令出来的第一天 我一直强调 整个IP股不用去杀D 包含检测场也不要去杀D 这些都是被误杀 宜特洪康全部都已经涨回到了起跌点 所以像3443的创意 这就叫做稳赚的行情 这就是胜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行情 但是你说 这种股票能够用找的吗 没有办法 你说如果没有说美国禁令的影响 哪来这样子的行情 哪来这样的机会 没有 所以其实就是说 胜率接近百分之99.9%的超跌段 它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乌龙利空上面 那除了说美国晶片法案 其他的股票也都符合这样子的逻辑 9月10月一大堆股票 不知道要跌什么东西 那这些股票 它就是很标准超跌 那超跌就是大家在说的嘛 胜率最高的一段 那这不就是 大家梦寐以求的行情 所以把握机会 先加入我的Lite 里面都有最新的标股 那可以直接扫描 Lite QR Code 或输入ID 小老鼠 WE178 WE178 最重要的是 里面都会有 跟市场绝对不一样的操作逻辑 那最重要的是 只有产业加数字 才能够带你买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里面全部都会有 不定时都会告诉你说 哪一间公司它未来的预估获利怎么样 那也是只有了解未来的预估获利 你才会知道 目前的股价是便宜还是贵 所以其实是星向创意 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这样一路追踪下来 跌下来 你去看喔 3443的创意 在跌下来之前 我从来没有去买过 创意喔 从来没有去买过创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明年23元 这样子的数字 撑不起600元以上的股价 那直到跌下来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进场切入 一直到今天 单张150元 一张进去 15万出来 是不是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建立在 突发性的机会 那这些机会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你说没有9月10月这样子 恐慌性的乱杀 哪来现在的行情 所以其实 目前真的不要花时间去管说 联储会鲍尔 总金环境怎么样 一直到年底前 这些股票都会开始补涨 所以像创意四星涨上来之后 上周 买进6643的M31 今天马上一根涨停板上来 这几乎也是送分题 今天最高到378元 上周350元以下随便买 今天都是赚一根涨停板 你去看 创意跟四星都已经补涨上来了 接下来补涨的不就是M31 这真的是送分题 你去看 先进IP符合我们所讲的吧 趋势产业 数字漂亮 2023预估15元 15元股价不到350元 趋势产业数字漂亮股价便宜一根涨停板 这就是胜率最高的一段 就说其实 这些都是建立在产业跟未来预估获利上面 买进去之后 自然会有法人的资金进去 别说以整个IPC制裁来讲 其实说本益比不到30倍 都是一个很便宜的数字 那就像四星跟创意 这两档都涨上去了 M31它算是台股中最纯的IPC制裁 就是说它的毛利率是高达了100% 最纯的IPC制裁 那主要的营收又是在先进制程 又是在先进的IP 那这样子的股票一定补涨啊 趋势产业 数字漂亮股价便宜 直接一根涨停板 那这也是我所讲的 风险低利润大 超跌断 胜率最高的一段 因为像当时的M31也是 它在9月跟10月也是不知道在跌什么 它就是美国建议出来 整个IP 整个IP主权都在跌 那它就被连累 那你去看喔 这一段 这一段跌下来 其实你去问 很多人说手上持有M31 那这一段去杀低 为什么杀低 因为四星跟创意也都在跌 大家在卖 所以我也跟着卖 这样子的跌法就是我们的机会啊 是不是 所以这种 这种行情就是所谓的超跌段 那超跌段也就是大家在讲的 胜率最高的一段 包含像是8358的金区也是 所以像这些股票 目前台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只要靠产业加数字 一定可以帮助你买到这类型的股票 产业加数字 才能带你买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应该说台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 以今年来讲已经过了 你说联主会明年升息 它的利率会不会往上调 这也都是明年的事情 包含像8358的金区 8358的金区也是 我们也是这样一路追踪上来 它也符合三大条件 趋势产业 数字漂亮 股价便宜 一直到今天 接近三根涨停板 10月31 第一根涨停板 我们在40元以下布局 当天43.6 11月1号 47.95 第二根涨停板 上周四48 上周五48.2 今天 最高到了52.1 大涨了9%以上 这一段 从40以下到52.1 足足30% 这不就是标准的风险小 而且利润大 所以其实这些股票它都是很标准 它跌下来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跌段 那这个超跌段 就是大家俗称的胜率最高的一段 那为什么会有这段超跌段 因为9月跟10月市场太不理性 大家都在乱卖 卖的原因是什么都不知道 其他人卖我也跟着卖 看整个市场都在卖我也跟着卖 那你这样回过头来看 很多股票在9月跟10月真的就是砍在最低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是一大堆这类型的股票 那这类型的股票它就是早晚都会补涨上去 我们明天一样会针对说符合这三大条件 趋势产业 数字漂亮股价便宜 针对这类型的股票提前进场布局 所以其实在整个第四季 光是靠这些超跌段 就有办法帮你在今年一些亏损或套牢全部把它补回来 所以把握机会 我有产业加数字才能够带你买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这也是你来找我最好的理由 那现在为什么要买 因为目前的行情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把握机会利用明天 在明天收盘之前 直接来店或失去我的light 收盘前就会带你买进全新的超跌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